这里呢是深圳的这个华翔美 华翔美中国电子冰街 今天的这个华翔美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热闹 恢复了这个往日的活力 前段时间我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因为这边疫情还是其他原因 并没有看到今天这么热闹的这个景象 我那天呢也是下午来的这个华翔美 但是没有今天人数量这么多 你看车水满门的 今天的这个道路上货拉拉 包括这个出租车司机 还有一些上班族呢非常的多 你看某背后这个进入 电子世界商场的这个人呢 也是好别的多哈 深圳这边的话就是数码的这个海上 做数码的人非常多 可以说是数码人数码红 数码都是人上人的 广东为啥这么发达 人家的数码做的非常厉害 华翔美这边呢 很多这个产品呢 都是面向了这个世界啊 都是做的这个外贸 这边呢是华翔美的这个广场物业服务中心 可以说这边呢 很多这个地产呢 都是人家华翔美集团的 你看只要带着这种华翔两个字的 基本上都是华翔美集团的这个物业 都是他们的这个房产 然后他们把这种房子建起来之后呢 就可以吸引一些租户了什么的 华翔美集团呢也是非常厉害的 为啥这叫华翔美呢 就是因为人家这个集团的名字 所以叫华翔美集团 你看这上面到处都是这种招商广告什么的 华翔美在线然后半导体什么的 现在都是做这种高端的 以前这里呢都是卖那种三代机的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三代机的啊 按键手机的什么杂牌机全是出自这里的 然后这两年随着这三代机也不好卖了 然后这边就开始转型了 做一些芯片的数码之类的 反正这个质量呢是非常令人堪忧 一笼混拿的什么样的产品都有 甚至呢有的人买回去之后呢 很容易被坑 或者说就是感觉这个华翔美这边的这个产业呢 非常的那个啥 很多人就是买过一次之后呢就购买了 华翔美这边 你看这个四周停的 穿的就是非常多的 人挤人 今天的这个人容量真的是特别多 这是我有史以来见过最猛的一天的 你看那这个人多少 今天这个人呢是人爱人人挤人的 这车不过还是停的非常整齐的啊 英文人前面你看到没有 交通督导 就是管这个的 什么乱停乱放 直接就给你拉走的 所以说他们都非常自觉 你看成了做整齐 我这有个大货车 运往这儿挤 今天呢这个人流量 真是多哎我上次我都没看到这么多人 我今天这个人流量真的恢复的好猛好猛 这边不知道啥情况啊他们都在排着队 什么情况 这怎么外面人都不往里面进了 不会再有疫情了吧 你看这台阶上坐的全都是背包客的 帮别人拿货的 现在靠这个谋生已经不行了 自己都养活不住 这边呢是明通配件手机城 现在改为明通化妆美妆城 这边你看这个外面呢一层呢都是卖这种 外国货的全球购吗 他就是说外国货然后发到咱们 深圳这边的话都是免税的吗 很多都是免税货吗 还免的 或者别的国家的都是从那个香港过来的 香港港口了来到这个福田区的这个深圳那边 有很多跑这个代购的最近这个化妆品吗 不过假货也特别多 这边假货是非常多的 过个十天半个月就会查封你夹 这里面卖假货的非常多 他上面还写的明通手机批键城 然后他这么大门呢是不是 还写的明通数码城 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卖数码了 他卖美妆转行了 这个呢是华翔美国务馆 现在这双商业广场 这个好像也是人家华翔美的这个物业 华翔美集团的 包括前面那个华翔美电子世界 大家看到了吧 那个呢也是华翔美人家的物业 华翔美集团呢就在前面 就华翔美电子世界呢 一直往前走就能看到华翔美集团 这边呢除了华翔美集团的话 就是这个赛格集团的 这两个比较有名嘛 华翔美这边的话就是做数码做美妆的比较多 然后现在一个数码呢卖就不好卖 怎么说呢 有些是卖假货的有些卖问题机的 这这边的水很深很深的 大家知道那个远望和那个明通 还有这边呢 那个赛格 广场 然后还有这个赛格工业市场 都是在这附近的 还有飞扬 飞扬就在这条街的 往前 一直走大概不到900米的样子 就能看到这个飞扬 飞扬就是做那个二手苹果鸡的嘛 今天的这个人流量还是非常多的哈 比前几天真的是多太多了 之前我看到这边人流量好少啊 这两边好像都回光返照了 这边就能看到那个远望了啊 前面还有个贸业天地 就是对面了 远望的对面是贸业天地 贸业天地的对面就是远望 然后这边的话不知道是卖啥的 反正不是卖数码的 拿这个全新的记忆都是在这个里面 你看这个二手 他主要是做这个 全新机批发的二手里面也有一楼 就是做这个美妆二手 然后二楼三楼基本上都是 卖这个全新机的 苹果机卖的比较多 像咱们国产的手机呢 这里面的这个价格优势 优势有 但是利润比较薄啊 并没有以前就是 优势那么大 这里面的这个优势呢 现在已经付出从前了 远望数码商城 上面不是介绍的很清楚吗 一楼 手机零售 手机维修 品牌配件批发 二楼刚放不住 手机壳批发 四楼三楼 正品 行货 手机 融合 产品 批发 这边的话 你看等的有多少的这个背包客 都是等的拿货 看看是不是有人给他下订单了 他就过来淘楼拿下货 就赚个辛苦钱嘛 这边我都不想进了 因为我手机 老板我都加了很多了 我都不想搞这个了 这个数码不好搞 搞得不好容易赔 而且这边坑好多呀 我之前 虽然说没被坑过吧 但是这里面的水真的是 为养而愈 大家来这边就知道了 小白你会被坑到库场如上 远望的这个左边呢 就是 这个哈曼数码广场 这里面 没这个远望好一点 远望的话就是全新机 什么的都有 你去全新机的话 你就去远望就行了 然后你要是买那个数码了 比如说 那个镜头 就是咱们拍照的那个相机的什么的 你就去这里 这里是维修手机的 二手机比较多一点 然后修东西的也比较多 你要是买这种全新 就去远望 这里面比较杂 不像远望一样 直接就可以买到那个 全新的这个手机 这里面三楼呢 它就是配件嘛 华为的配件 咱们国产机的配件 苹果的配件都在这里买的 远望 它们 这边的话是这个它们 卖这个食品的国外食品 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化妆品 在这里能买到 这边的话 这个是它们的这个商业品牌 电商市场 这里面也是卖那个化妆品 化妆品 你去买就行了 它们 然后前面呢是那个 赛格科技园 以前就是咱们的这个通讯老板 就是在这里面起家的 这里面不好进 进不去 你看飞的这个无人机 就这边数码还没非常方的啊 你从华强美的这个电子第一家出来之后呢 就是这个 赛格科技园 它上面就写着有赛格科技园 上面的字大家看到了吗 赛格科技园 这个呢就是 同讯老板 麻化腾起家的地方 它的第一个办公室 包括coco 都是从在里面产生的 然后对面呢 对面大家看一下这个我是没有进去过 就是国美电器嘛 他就是卖一些这个电器 国美这个品牌 大家应该知道 在各大平台上面都是能够买到的 然后 这个里面应该是卖个电器的 我没进去过 这个冒烟天际我也没进去过 这个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商场嘛 对吧 你看那里面 写的有这个国际影像 里面应该是可以看电影 就是综合型的这个商场 然后这边呢 里面肯定就是卖这个电器的嘛 国美 对吧 然后这边的话你根本就进不去啊 赛格科技园里面都有人把手的 一般人进不去的 华江北这边的话 现在由于这个疫情啊 生意都不太好 有很多地方呢 都关门了 商务也不好招 你看我后面的这个 女人司机 他那个进出口都已经关门了 这里面租户都没有 然后这边这个疫情呢 真的是 有很多这个小型的老板 根本就做不下去 然后大的老板呢 还是在亏损 甚至是不挣钱的这个状态下 然后如果说没有这个疫情的话 可能外貌什么都发展的比较好 这边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可以说这边的生意呢 确实是不好做了 人流量也是减少了一些 不过今天我看到人流量还挺好的 之前我来这里 也是这个时间基本上 但是没有什么人 没有这么热闹 这个赛格科技园还是非常大的 你看 赛格科技园那里面是能够进的啊 不过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他不让参观的 你麻烦成他办公室 你想都不用想 不是我们普通人能进去的 这边你看这种修手机的是特别多的 基本上三十米内绝对有两家 这边最不缺的就是修东西的 数码的海洋嘛 人流量就这样 这边这边的话就属于外围了 不属于那个电子 步行街了 属于外边了 再往前面就是大马路了 就没有什么商业类型的 就从住宅去什么的 就这一条街比较繁华 什么都有卖的 你只要想买数码 你来这就行了 或者去那个飞扬都是可以的 前面赛格科技园二号门 这个不好进 很麻烦这个地方 里面全是搞那些 研发的 这里面以前 麻花堂 都在这里办公 这个所谓的还是非常严的 科技园很大 名字就叫赛格科技园 这边是人家赛格物业的 可以这么说吧 这边 除了滑翔美 就属赛格的 这个实力比较大 知道吧 滑翔美可以说在这 非常的厉害 其次呢就是这个赛格 赛格以前你知道吗 是国企单位啊 现在也是属于国企吧 但是他不像以前那种非常厉害的那种国企 就是能够 控股别的国企单位的 而现在他被一个叫什么深圳投控的给控股了 然后被一个以前平息平坐的公司呢 就是那个集团嘛 然后 被那个集团骑到头上了 现在 赛格集团的这个地位呢有所下降 以前呢就是赛格跟 另一个那个什么控股的还是什么呢 来着 我就之前在上边的时候嘛 然后就是平起平坐的 现在不行了 现在拉了 变成 人家的这个手下了 这边还有一个群星广场 这个也是一个大型的这个广场 里面 什么都有卖的 不是那种 单一的对吧 就卖数码了之类的 而是里面卖的非常杂 再往这边就没什么看的了 然后群星广场对面呢是一个华江北外贸 批发城 主营 皮鞋 皮具 然后外贸服装 精品 饰品 化妆品 饰品 然后这边呢又是一个 连着的 都属于这个外贸城 这边的话是一个药房 然后前面也有药房 就没有什么看的了 走到这边已经是华江北这个步行街的这个尽头了 什么都没有了 好了 今天呢就在家家看华江北步行街 华江北这块就看到这 咱们下期视频见 接着大家要逛那个华江北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这个华江北 产品的数码的手机配件之类的 或者说需要这个外贸 产品呢 或者这个好产品的都可以联系小朋友 小朋友可以帮你们拿货 有一说一对吧 放心